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美看到一惊一乍的水哥就知道他又见鬼了 吓得夺门而出 阿美走后女鬼也消失了 正巧自己的同行小丽也进了餐厅 小丽是一名星座占卜师 也是一个见鬼热衷粉 见鬼的方法试了个遍 这次听说带美瞳能见鬼 所以一早就换上了美瞳 听水哥说刚见到鬼了 自己又完美错过 十分闹闹 回到店里 早餐店的那一对夫妻走了进来 妻子小花怀有八个月的身孕 却一直感觉有脏东西跟着自己 想让水哥帮帮他 水哥也在他们身上闻到了一股很浓的海水味 小帅表示自己是学校的游泳老师 所以跟大海没有任何关系 水哥想到餐厅碰到的怪事 不想找麻烦 于是把两人介绍给了小丽 转身回来 发现那个女鬼也跟来了 她也想算算姻缘 水哥看着桌上的罗盘指针拍拍拍的乱动 立马警惕了起来 原来小白是校游泳队的 他的男友是个游泳健将 小白十分爱他 水哥发现在聊天的过程中 小白一直紧紧地握着左手 于是借机帮他看手相 谁知他死活都不松开 转身就走了 小白走后 水哥发现他坐过的凳子全是海岩 水哥好像明白了什么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他和小丽一起追查了下去 原来小白是小帅的学生 两人早有坚情 小白也因此怀了他的孩子 可小帅并不想负责 反而提出了分手 于是小白就跳海自杀了 而另一边 小花回到家 家里频繁出现怪事 房间冲着着海水的腐臭 所有的房门都会自动打开 此时 小白突然流着血泪 看着自己 而得知真相的水哥和小丽 连忙赶去救人 可窗户禁闭 房门繁琐 他们无计可视 一阵软磨硬泡 水哥和小丽成功进了屋 两人趁机抓住了小白 想掰开他的手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他一直不肯放开的 原来是爱 小白执着于自己虚构的爱情里 而小帅却从未记得那些诺言 水哥问他 不属于自己的 何必苦苦抓着不放呢 小丽也内心地开导他 不是真心的爱 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最终小白选择了放手 他决定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渣男 影片的最后 水哥的儿子向他坦白 自己也能看见鬼了 而且自己对见鬼特别兴奋 这是两人之间的小秘密哦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放手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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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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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